大家好,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3月31日星期三的下午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山,还有纽西兰的波罗仔,易得台仰 大家好 马来西兰的大马尔,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好,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芒向编辑部》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讲一下B&O家的过瘾事 很多人都说自己,哎呀,为了我们 我的过瘾的话,我不走,没所谓 我看着我两个弟弟,见到他就辛苦了 我不想去香港做一个他不想面对不愿意做的人 究竟他自己赠取,我不太明白 即是经常都说,我不想他们变成一个什么什么的人 这么容易的吗,是不是? 赌模的,copy的,复制人 有你这个家长在这里,他这么容易变的吗? 是啊,讲这么多,天天都唱光时啊,那些还是怎样的 在家里不停播,不停播着什么光时啊 过了那些时候呢,继续播上什么 蔡玉玲那些什么《七二一谁主真相》那些呢 有空呢,叫做初一十五啊,就去太子站呢 晚上呢,就将那些溪钱呢,摄在太子站那些铁闸那里 这就是一件事啊,那你这样教到小孩呢,其实这样都可以的 那他当然也说什么自由啊,又说什么学业啊,学习啊,还是怎样的 如果你问我呢,是的,香港那个学习来说呢 那个叫做填鸭式教育呢,真是很大的问题呢 这个是... 长期以来的问题来的 没错了 因为很多时候,你教的东西少的话,家长又贪心 是不是学习少了呢 教的多的压力,对学生压力又大 那怎样做到这个平衡,这个都是很难取舍的 很多时候 是的,因为很多,我习惯了呢 就是看着本书有多少,就要识多少 还有变相呢,那些学生呢 就是,他只不过是逗什么呢 逗计历力 逗那个书,和逗那个课文的理解 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呢,再去了解课本以外的东西了 即是,他常常说,是什么是探索世界 什么是学习动机那些,怎么会有动机啊 只要背什么,背课文,做多少条的数学,做粗,粗到有自然反应 这个是香港的教育问题,怎么办?是不是要去外国才行? 不一定的,我们今次的主题如果有机会,有网友有兴趣可以留言 问一下,我们有机会搜集了,就一次再说 当然,去补习社行不行?那你就看看,补习社是什么什么sir? 不知道,不是说一触干打船人,如果有些人自己补习社都统不定 你不要跟我说你自己是很出名的,什么sir? 最怕的人拿着什么sir来招摇撞片,不知所谓 这些也是教育界里面的两个字,诈载 好了,回来说这些BNO价格是怎么样? 他们很多都说去英国读书,还是怎样的 因为现在BNO visa,他们读书基本上是免费的,很开心 因为他们计算计算盘那样打的,哇,香港如果要读国际学校 那么多洋人的,那么多外国小朋友的家长的学校 哇,入都入不了,别管有没有钱 真的,有钱都未必能入得到,例如澳洲国际学校那样计 就是,你只是想要想进去,你都很难,你都别说那么多 还有,里面那些员工是非常冷散的,这是我亲身经历 当然,很多都是外国人那些来的 那进去,一阵很大阵阳气的,你进去这家学校 还有,那个叫做美国国际学校也是,拿一间中学还是小学 那样,好像中学还是小学来改装,然后那里都挺漂亮的 又可以收到很贵的,都是那一句,你有钱都未必能入得到 所以他们在想,哇,你想想,只是英国这里,一读一年书 都有赚,对比起这个BNO家那些申请费,是不是 所以通常说,带着小孩那些,会比较多些,就是这样 那好了,那对于,他们现在有些都入了学的 又说,哎呀,我们之前都做过一节,哎呀,我不想那么多香港人 香港人,香港来到的,歧视回香港来的人 只不过让他们迟些来,那算不算歧视呢 那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有没有law of the rain歧视,歧视BNO家那样呢 这个算不算歧视呢,原来呢,英国的学校那种族歧视的问题都挺大的 我们要留意的,那些BNO家呢,可能他们叫做报喜不报忧 就说,哎呀,不是呀,那些同学很朋友的,又说很好玩 这个不得而知,究竟是未遇到,还是怎样呢 有些人可能都会,哎,难道他的小孩被人打呢 在做拳头等,沙巴那些,又在Facebook说什么呢,是不是 看我儿子今天被人打了,好像不是猪头那些,那些黄猪那些猪 那会不会这样呢,那当然不会摆出来啦,是不是 个个都摆自己最好,最过瘾的一面出来给人看的 那好吧,那继续说回,那个叫做歧视的问题 其实五年里面有超过六万宗,哇,都挺多啊,每年过万宗啊 香港呢,如果有一宗两,有几宗呢,已经是很轰动的事来的 因为其实是很大件事来的,在学校发生这些情况 还有呢,一来要报给家长听啦,甚至乎呢 你要预先报定案给教育署听的哦 老实说,学校呢,一单都嫌多,一单都害怕啊 那你怎么管你的学校呢,你竟然英国里面一年超过一万单 六年是六万单是不是 五年超过六万单 五年六万单,哇 那就是每年超过一万,超过一万单以上 已经处理不了了,看个小就 平均每日三十二单 嗯,已经糟糕到,处理不了了 冷处理啦,是不是 就是,会不会是不觉得是什么大件事呢 因为已经习惯了 那我们可以讲一下,有专家都批评政府啦 是不是,没有落实一些相关的措施啦 还说呢,试图掩盖这些歧视问题的真实情况 啊,要讲一下啦,他们都说呢 似乎啊,现在看到呢 是报出来的那个中数而已 可能甚至乎呢,有些是没有报出来的 就是等于这样而已 我们小时候,小时候被一些同学打 被同学打都,有时候都滑了一身吞了去的啦 是不是,是,因为自己有打回人的嘛 其实,那你回到家里,跟家人说的 一定是说你不对的 不知道大家有些可以的 是啊,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 一打人,一定是自己的小孩不对的 现在有些不同的 现在相反啦 现在相反啦 现在相反,一定有对方错啦 嗯,现在不同啦 我们的年代就转转的嘛 现在就转转的嘛 是吧,被人打了 一定是你不对啦,一定是惹人啦 那好啦,说回先 英国政府啊,在2012年的时候 已经社会改了你的政策了 规定学校 这个搞笑啦 没有责任呢 必须向当局汇报种族歧视的个案 蛤?你这样也可以? 即是不需要汇报? 这些其实很... 你跟我说,这个地方的教制度好不好呢? 就当是一种大事发小,小事发毛那种处理手法咯 不需要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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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开发脑啊 又要开发脑啊 又要查这些事情 是啊 事实上没有人想做这些事情的 嗯,是 直到啊,去到2017年的时候 进一步规定 即明文规定啦 学校就不用汇报这些欺凌个案的 即是呢,其实已经够离谱啦 那你说不用啦,是吧? 可能就是这些... 没错啊,正常啊 那欺凌,记住啊 欺凌呢,我觉得比歧视更加严重的 可能啊,总的歧视可能就是说你 例如说你的肤色啊,头发啊 或者你讲话啊,这样那样啊 会说你头发,哎,这些头发那么黑的 黑到是不是被人淋了油啊 淋了黑油啊,会怎么样啊 这一件事,不要理你那个内容实际是究竟怎么样呢? 那去到欺凌呢,即是呢 啊,对于那个人那个... 啊,我不知道啦 如果香港的定义来计呢 可能是有动手动脚那些那样的啊 啊,华形狗啊,这类的行为啦 是啊,肚口水啊,还是怎么样啊 都不单止的啊 所以,我现在认为啊,真实的数目呢 当然呢,会比起,现在看到就更加多 啊,他说未来啊,有些叫做英国版呢 出来救一下儿童呢 那这些真是救了,他说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啦 那他说未来呢,要去帮忙收集更加多的数据 是吧? 他主动去收集哦 不是说我在节目里,这里叫救儿童,你联络我啦 不是这样啊,你以为是蝙蝠盒吗? 是不是? 你以为当你蝙蝠盒吗? 照着灯出来的嘛 蝙蝠盒就弄个蝙蝠的标字嘛 射上天,怎样?弄个D字? 我可以这样想的,可以正面的这样想啦 新来的BNO友,那些小孩呢 如果被人欺凌的话,就当是一种人生的锻炼啦 正面的这样面对啦 如果动手呢? 动手呢? 那就可以了 或者想定其他的 配报都不处理喔,现在 配报都不处理,那你就报警啦 自己想办法啦 有时候面对这些欺凌的问题 都是吃得癌如抵得渴 咕着声吞了去啦,是不是? 那我自己就这样看啦 不管你是BNO家也好 什么家也好,还是怎样都好啦 如果真的遇到这些情况呢 都紧记啦,要跟学校讲一声啦 就不要说什么息事宁人啦 有些 倒一会就觉得,哎呀,来到这里呢 我们是为了BNO 不要因为什么事呢 坏了他们要拿真BC的大计 不要这样 搞到我的底花的,搞到我家 我还要等多五年才可以做真BC的 人家知道了,你有这个隐忧 会不会欺得更厉害的 贴着Hong Kong夹会不会好些呀 哇,你们是香港来的 你们是不是受了那些什么光时呀 可能那些学生和我一起去唱光时的小朋友 可能会贴着光时旗的 在书包里 是 是 是 就是 然后是 那些什么 加上 或者什么郑文杰,搞什么差事集会,还花什么时间去分黄蓝店 先顾好这些生活,什么执垃圾,执垃圾都可以的 还有什么抗争,争取这些,人口普查一定要停香港假 不要搞这么多这些,正正经经搞好自己的生活究竟是怎样 那会更加好,其实你想移民脱离香港这些,其实没问题的 你不要再扮几人忧天那些,又很想着香港的手足,又这样那样那样 走就走,不要这么多阿哥,这么多嘰嘰嘰嘰嘰,这个很紧要 就不要,不需要扮不舍得,扮勇士,这些是罪养衰,养衰之霸就是这个许智峰 是吧,穿了草就穿了,想没钱就没钱,想拘捞钱就拘捞钱 是吧,举着死人旗出来,披着在身上,又说自己什么抗争 又说什么要去难看,我觉得你难看一点,是吧 那好了,我们今节呢,来到这里先了,都是那句了 小朋友呢,没错的,我们记住了,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